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校园剧男神灵异自2023年底就不断推出主演新剧 像是和初恋戏女性刘浩存合作的脱轨 携手周野出演的《别对我动心》 及搭档李兰迪的《谢谢你问到我》 都有相当亮眼的成绩 灵异算是百搭体质 不论和哪位女性都很有CP感 以下是灵异历代录剧CP盘点 一起来看看吧 灵异历代录剧CP 一 行飞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是人气校园偶像剧 致我们单纯的想美好的官方姐妹片 直接捧红了当时还是新人演员的灵异即行飞 该剧内容讲述 物理系天才怪咖 顾未易和阳光养气美少女 司徒墨意外展开同居生活 在日常相处下 两人感情急速升温 看天才已遇到喜欢的人 原本智商187 直接剩下87的模样 真的太好刻 灵异拍摄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年仅20岁 但天生自带书卷气 高冷中保有一丝呆忙的气质 完美贴合角色 让他人气极生 收获无数明媚的喜爱 一出道竟迈向事业巅峰 纵使过了这么多年 不少网友表示 还是会忍不住一直重刷 是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01 行飞 CP的高甜片段 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经典 这一对应该是01热度最高的一组CP了 行飞在采访里被问到 如果现实中顾薇翼和富佩 哪一位会是你最喜欢的男生类型 行飞则毫不犹豫的答 会选顾薇翼 还补充道 谁不想要顾薇翼 谈及和01的合作 行飞也大赞 她是顾薇翼本意 还称和01熟悉了以后 发现她就是一个很好玩的男生 很逗 挺有趣 挺有梗 01 历代录剧 CP2 徐露 良辰美景 好时光 01 凭借出道作品 这我们暖暖的小时光暴红后 不少粉丝都相当好奇 接下来01会选择 什么类型的影视作品 而她再度挑战 校园风影人物的角色 陆景 搭到女星徐露 出演良辰美景 好时光 上演一段 甜刀蛀牙的学姐学弟恋 当时一句经典台词 别嫌年夏小 永远对你好 更是造成轰动 距离将姐弟恋的精髓刻画到位 不断使学弟定情稳 蛋糕稳奖励 厨房背后稳 各种甜蜜吻戏 场场经典 甚至有一场长达五分钟的吻戏 更将两人的CP感 呈现得极致 吃惊 人为大家津津乐道呢 徐露采访时 说01给她的春意象 是腼腆的弟弟 认识后发现01很有趣 工作上很认真 两人私下一起打游戏 01是大神 会带自己 01 历大陆局CP 三 陈雨琪 稀有琉璃瓦 稀有琉璃瓦 以文物修复匠人们 居住的胡同内外 为背景 讲述一场流浪翻译家 和文物修复师之间的爱情故事 由于01前两部作品 这么暖暖的小时光 及良辰美景好时光 都是饰演大学生 她在西游琉璃瓦 则挑战 更幼齿的高中生角色 郑素年 刚好与她搭档的女星陈雨琪 也拥有童言美貌 两人穿上校服后 散发出青色的纯爱氛围 完全没有违和感 01和陈雨琪 在西游琉璃瓦 是从小一路相伴彼此的青梅竹马 虽然曾因各自对人生 有不同追求而分到扬镳 渐渐说远 多年后重逢决定勇敢在一起 小福多婚纱的爱情故事 永不退烧 01历大录剧CP4 刘浩存 脱轨 脱轨是去年年底 意外杀出血路的黑马宝藏剧 穿越T神文学家 悬疑剧情的剧情设定 超带感 01在剧里大多以干练西装 搭配细框眼睛登场 更加凸显她的优越身材 及帅气长相 果然穿对衣服 就可以把原有的优点 更加放大 和01搭档的女主角 则是长相精致 具有初恋感的刘浩存 高颜值配对 及梦幻身高差 让她们成功收获 一大票CP粉 刘浩存说 见01的定义象是很开朗 很阳光爱笑的大男孩 腿长个儿高 觉得她很厉害 01历大录剧CP5 周也别对我动心 别对我动心 应该算是近期热度 最高的甜宠剧 林依在剧里完美贴合大学校草 学霸和游戏大神 顾寻一角 搭档新世代流量小花周也 展开了一段搞笑 与心动并存的恋爱喜剧 由于两人都是影视圈内 拥有高颜值的俊男美女 因此被外界誉为是 天选校花或校草 此外 01和周也在西外 也保持着好交情 两人除了脑活龙相似 还有不少共同点 每次两人合体采访 都被网友称是 相声二人组 产生不少逗趣的 名场面和笑料 虽然都不擅长唱歌 仍开玩笑说 要组成野生百灵鸟 一起勇闯歌坛 不仅如此 周也还透露自己 第一次见01 是在剧组订装时 觉得她好高 好白 皮肤很白 两人都很拘谨 自己可能就是觉得 她太帅了 不好意思和她说话 01和周也自然而然的 互动模式 也让网友忍不住敲碗 希望他们再 二大合作一部新剧 01历大录剧CP6 李兰迪 谢谢你温暖我 谢谢你温暖我是 现在正在热播的新剧 这次01卸下 以往高冷学霸的人设 成为努力对抗病魔的 剑动症患者 和阳光少女李兰迪 共谱一段 媲美爱万物论的 救赎爱情 01和李兰迪 同为1999年 出生的年轻演员 同龄朋友间 特别的化学反应 让他们仅仅只是 站在一起 就散发出粉红泡泡氛围 要于谢谢你温暖我是 以剑动症为主的 喊病题材 对01和李兰迪来说 都是一大挑战 索性开播后 大部分都是好评 但虐心感人的剧情 的确让不少观众 哭到肝肠寸断 01历大录剧CP7 刘亦菲玫瑰故事 由仙女姐姐刘亦菲 主演的新戏 玫瑰故事 目前预约人数 已经突破50万 剧情中围绕在 刘亦菲事演的女主角 黄亦梅的成长和爱情经历 将会相继于 五位不同的身份 性格的男人相遇 其中 01则是扮演 五位男人的 其中一人 何希 上一段浪漫的姐弟恋 虽然两人现实年龄 相差12岁 但最新释出的剧照里 两人对视相拥的模样 却展现了 甜蜜温柔的默契 完全没有违和感 01历大录剧CP8 沈岳 石校 01和沈岳 同为校园偶像剧 《至我们》系列出身 曾在青春电影 《一周》的朋友合作 虽然当时并不是一对 但两人打打闹闹 互动的片段 却在网络上爆红 反而比各自的配对 更有CP感 让不少网友敲碗 希望01与沈岳 能够合体组CP 眼庭重剧 新剧《失效》 将满足各位的愿望 失效剧情设定非常新颖 内容讲述 兼职脱口秀演员 和患有 竖情障碍的观众 意外相遇 将收获一段 意想不到的爱情 从目前释出的 官方剧照及路透照 两人都仿佛是 从小说中 走出来办的天选男女主 光是同框 就超级有氛围 而且开拍失效前 早已是旧时的他们 将会带来 什么样超天的 滑雪反应 令人相当期待 01历代录剧CP9 于书欣 嘘 国王在冬眠 嘘 国王在冬眠 是今年初 才刚官宣开拍的新剧 确定 由01和于书欣主演 正能让网友欣喜若狂 因为两人曾一起 上过综艺节目 超有趣滑雪大会 当时他们在节目里 有许多自然的 超天互动 尤其是01教育 书欣滑雪的片段 更是暧昧氛围拉满 让不少观众疯狂喊话 快点合作拍部戏 甚至连CP名 心灵感应都取好了 没想到观众 真的许愿成功了 有趣的是 嘘 国王在冬眠 刚好是软毛女画手 vs高冷毒蛇 滑雪教练的组合 大多在雪地取景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拍摄中 由人气天宠剧 偷偷藏不住导演 李清荣知道 想必开播后 又是会是爆款剧 好了 看完以上 关于01的历代CP 你最喜欢哪一对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